什么 制大国如烹小鲜 正确的版本不应该是制大国如烙大饼吗 还是都糊了的那种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蝉蝉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还挺惊奇的 咱知道就是中国人走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特色 大家都知道这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特别爱买奢侈品 到处都是 你走在大街上 你就见着香奈儿 LV 然后穿着这个迪奥的鞋子 穿着那LV大logo鞋子 LV那大卫衣 还有那LV那裤子满街跑啊 然后背的那包 不背一个几万的包 都觉得丢人好像现在 就包括在英国也是 你就看到留学生你是来上学的 结果就是穿的一点也不像个学生 然后上班的也是 就只要中国人特别喜欢用这个奢侈品来彰显自己 有的是真有钱 有的是真没钱 有钱你买也就算了 没钱你说你怎样买了一个那LV破袋子 你觉得你背上那玩意儿就像有钱人了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史料 就是法国奢侈品巨头香奈儿 要在中国大裁员 那也就是说这个裁员的目的是面对这个中国设置品市场急速的这种衰退 和未来的这种衰退的预期啊 那你要知道呀 这个品牌自从这20来年前进驻中国以来 是只扩张 没有裁过员 也没有说这个裁撤过门店 那这回呢裁员幅度高达50% 那包括这行政管理啊 以及销售这些港全部都要裁掉 而且呢在这个中国市场招聘也要停止 那为什么裁员呢 肯定是业绩不好呀 对吧 那不仅仅是像香奈儿爱马仕 所有奢侈品品牌的日子都不好过了 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突然对这个牌子 对这些所谓的奢侈品品牌 象征身份的这种品牌 去魅了呢 是从心理上不接受了 还是说从这个经济上消费不起了 其实这个现象还是值得人深思的 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说缠缠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这些什么奢侈品类的东西 就不再热衷了呢 因为我以前也是有一段时间啊 就刚出国的那段时间 还是对这玩意儿有一点狂热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背个几万的包 感觉那会儿啊 就二十出头那会儿觉得挺 反正挺不一样的 有时候就觉得上学的时候 你看我要背个这个三万的香奈儿包 别人会羡慕 然后那会儿呢 还确实追一些单品 每年这个圣诞节 这不马上快到了吗 有这个boxing day 然后boxing day的话 都会打折 那我之前呢 还在这个boxing day的时候 去排个队 然后想抢点这个打折的单品 就觉得正价的贵嘛 那咱买点这打折的 然后也凑个热闹 但是也确实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那这个Chanel出什么新品了 Gucci出什么新品了 那我几个月我也得买一个啊 那就是说 有一些时候 我就没有太明白 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出于女孩子的一种虚荣啊 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呢 我就发现这种东西对我来说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拿来用的生活用品 而且呢 我对这个生活用品的这个需求啊 从这种滑而不实 逐渐的变成这个实用 那以前呢 也特别喜欢买高跟鞋 就像我 就是当时21岁那会儿 我特别喜欢穿高跟 喜欢买什么Jame True啊 喜欢买这个Chanel的红底鞋 还喜欢买那个Monolo那种钻扣鞋 我自己有好几双 我喜欢穿那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突然就再不穿高跟鞋了 我只穿运动鞋 而且我上班的时候呢 就不会说啊 就是刻意去彰显什么东西 就是想呢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怎么职业怎么来 所以我也不知道 自己就是说什么时候 就突然从这种虚 就这种浮夸主义啊 就奢侈主义 突然变得 走向这个务实 走向这个简朴了 我觉得不是说经济上 舍不舍得花钱啊 那侯小时候可能舍得花钱 那现在呢 也不是不舍得花钱 而是我内心的关注点 变了啊 就是从内心的关注 从别人怎么看我 到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从我觉得背贵的包 才能让别人看得起我 到现在 首先我不在乎 你看不看得起我 其次呢 我也不觉得我背那玩意儿 你就能看得起我 我觉得可能这么多年的时间 我在这个心态上 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 然后由心态的转变啊 就驱使了我穿衣打扮的 这种转变啊 因为我后面我看明白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只要你是拿来用的东西 你一时住行的一点一滴 它只要这个价格超过了 所用的价值 那你本来你是为了和某一些人群 站在一起 很多人觉得我背五万的包 那我是跟这些爱马仕的 富太太站在一起 是为了融进那一个群体 但是后面我发现 你靠这么一个包 你是无法证明你自己的价值 和你自己的身份的 因为即使你背了那么一个包 你也跟人家不是一个圈子 人家内心真正瞧不起你的 不是你背不起这一个包 而是你明明买不起这个包 然后你非要去硬购这个包 就是这种硬购和顺其自然的得到 它是两个事情啊 如果呢 你的这个能力对吧 已经能够和这群人平起平坐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它与你而言 那什么也不是 它无法证明你的价值 甚至有时候会拉低你的价值 这些奢牌 短身对你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东西 它回归了他们本身的这种用处 就是用来臭显摆的 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实用价值 那对于中国的很多普通人而言啊 你要不要购买这个大牌 我觉得很我觉得我目前就是作为一个95年出生的人 我的忠告就是你量力而行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它 别人不会因为你背这么个玩意儿瞧得起你 你拿着东西这个挤公交 别人也觉得你背的是个假的啊 不能为了媒体们倡导的什么几大奢牌去贡献自己的财力 我觉得小姑娘们应该多投资自己 哪怕你拿这个钱去见着市面去旅行 我觉得每一个人啊 就是说有一种权利所表达自我的权利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 是你自己定义的 你如果有个性 你可以通过穿着打扮来表达 我们并不要求千篇一律 或者有什么模板 你也不需要像这些贵妇一样 每个人都背个那香奈儿的翻盖包 一个四五万块钱 这种其实我是不建议不支持的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 但你可以用一些小众的品牌 来展现你自己的这种风格 当你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品牌以后啊 你就跟你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一样 有归属感 这种东西 它是为了来衬托你 而不是说你费尽全身的努力 去购那么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你要那么费尽的才去购 证明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不属于你 对不对 所以缠缠觉得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热衷这些东西啊 那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包括中国人也开始回归理性 不管是经济上回归 不得不回归理性 还是这个思想观念上跟我一样发生的转变 对吧 那我有时候就突然就觉得 就说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英国的贵妇 他们也买假包 因为为什么呢 他觉得买这个真包没有意义 他不是说他买不起 他说呢 即使他买了假的 别人也会觉得他这个是真的 那即使某一些人买了真的 别人也会觉得他是假的 那有一些时候你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不是说这个东西赋予了你这个人意义 而是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有什么样的思想 在什么样的地位赋予了这件东西 本身以 这个东西是死的 那之前呢 我记得有人就周围有朋友问过 包括北京同学问过 我说如果买不起真包的话 要不要买假包 那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其实这种东西真和假 没有人真的关注 你自己觉得是真的就是真 但是你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就像你自己选择自己的三观一样 这种决定 你在问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心里就有答案了 对不对 那我之前呢 就是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个朋友啊 他呢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这次呢 他去英国给他的闺蜜 带来了很多义乌的凡克亚宝的项链啊 他老喜欢了 做工用料真的不差 而且还扛灶啊 就是说就是我见过很多中国女孩来英国留学 然后他们会给这个一边的英国朋友买一些小饰品啊 小事件啊 很多都是那些义乌生产的 但是你看老外他不是很在乎这些 他就觉得啊 这是一个心意 哪怕只值两块三块 这也是个很好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 你背不背真的或者假的 和你个人没多大关系 大家真正看得到最后啊 还是你的业务能力和你的自信 这种从你这个人本身身上流露出来的 自然而然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当你对你自己的业务这个能力足够有自信 而且你这个人足够有气场 你的内在足够撑得起你的外在的时候 你不管背什么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气质 你背的这个东西 它自然随着你个人的这个气质随水涨船高 我印象里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这个真古道尔传奇的一生 这个人呢 他从小的偶像就是人员泰山里面泰山 他23岁买的人生第一件奢侈品是去非洲的船票 他就是要去非洲看黑猩猩 之后呢 他38年的时间都跟黑猩猩待在一起 我从这个当中我感受到的一点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你去过奢侈的人生 比买这个奢侈品本身可能更难实现 那最后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 尤其是年轻的小女孩啊 不要被国内的这种为今天论的拜金主义教育所迷惑 你如果跟着这种拜金主义教育走啊 你会发现你自己身上什么也没有 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当你把你的香奈儿包包 LV鞋子 身上喷的这个迪奥香水 然后姑气发带啊 姑气的这个外套 还有这什么Valentino的毛衣啊 这个龙一威的T恤 全部都退掉的时候 脱掉的时候啊 当你对着你的镜子 家里的镜子照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上 是不是透露着粗鄙淺薄无知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言行举止 是不是跟优雅 自信 妩媚 完全不沾边 对你对着镜子看自己 然后你再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只是在用一大堆的这种奢侈品来包装 你一个浅薄无知 自私愚昧 脑子里毫无墨水 肚子里毫无秋喝的一个愚昧的女人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滑 你的眼神 你的这个步伐 你的这个谈吐 他会向别人阐述什么叫做真正的奢侈 而这种奢侈是那些什么破包啊 破鞋啊 破衣服啊 完全无法阐述的 一种属于女人内在的美感 这种美感呢 其实通过交流几句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出身 是什么货色 有几两墨水 有什么见识 有什么精密 对事物有什么看法 几句话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能给你吗 所以我从这个Chanel裁员啊 我觉得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这个经济下行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回过味来了 他们花了几年的工资 买了这么一破玩意 最后这玩意 也无法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收入呀 对不对 你是个零分还是零分 我觉得我们如果自己这个人生的境界 饲养境界啊 还有自己的这种个人修养上去了 背什么都是奢侈品 我在伦敦大街上经常看到 很多这个很帅气的小女孩啊 都是穿一个运动鞋 然后呢 就是这个背着书包 非常非常利索 自信又大方 全身呢就很简单 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个Zara或者HM啊 没几十块钱 但是怎么就让人家觉得这个人 看着那么贵重呢啊 就看着这么自信阳光呢 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 看中国小女孩啊 穿个那超短裙 穿那种喵喵钻扣的鞋子 然后背一个那么大的爱马仕的包包 然后呢 穿着那种 就是说 颜色很夸张的东西 然后整个身材很怪异 脸上那个表情很扭捏 卖着小步子 在地铁站的时候 我内心那种感受啊 就跟前面我举的一些 很多西方自信阳光 穿着运动鞋 活泼开朗的女孩子 形成鲜明对比 然后我当时内心 就特别想跟她说 你觉得真的美吗 你坐地铁 你穿这个 你不怕被绊倒吗 对吧 我当然尊重你穿衣 选择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到底什么属于你 什么真正适合你 我们应该学会对生活中的一些诱惑 去昧 学会say no 拒绝一些这个 没有必要的东西吧 因为这个人生 你总是要取舍的 你背那么多华丽的东西 在身上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是不轻松的 你既然不轻松 你就很难去真正找到一些 属于自己的有意义 很有价值的事情 行吧 我住便注意这个 香奈尔这些公司 我估计以后在中国啊 也很难了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电动车嘛 这个欧盟对中国增收关税 听说中国要反制 反制的话 一个是洋酒 一个是什么白丹地啊 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反国 意大利的这些奢侈品 香包啊 所以怎么说呢 我还是觉得一个女人 那不论是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男人啊 你的这个内在 永远大于外在 就像我 绝对不会因为你什么 穿了个什么奢侈品 喜欢上你 恶了吧心的 如果你气质不适合 穿个那东西 真的还觉得还挺恶心的 特别特别土 咱们就自自然然 大方的展示自己 用一种自然的方式 好吧 我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